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在上一集我已经教大家如何注册Lakutan Trade的账号 这一集我会跟大家介绍Lakutan Trade的功能和如何操作 以前的时候我常常会问那些长辈如何买股票 他们都说是打电话给broker,打电话给银行 但Lakutan是不需要的,你只需要自己操控 一切用自己操控,你完全没有agent的 所以是很方便的,你自己就是超搬手 那么今天我会教的是电话版本的 所以大家需要下载iSpeed 你不需要很有钱才可以投资 而我建议你的就是慢慢用股票累积你的财富 你才可以慢慢越来越有钱 所以不需要很有钱才可以投资 只要你有钱,不论多或少,少少也可以 你有学习到股票你可以投资股票,然后累积你的财富 首先去到Manual,然后按Cash Deposit 然后输入你要的Amount 然后再按Proceed 那么你需要用Online Banking来汇款 取钱的话也是一样去到Manual,然后按Cash With Drawer 然后输入你要的Amount 然后再按Proceed,那个钱就会自动 会款去你绑定的户口 那么如果你是当天下午3点前按取钱的话 那天晚上你就可以收到钱了 可是如果你是3点之后才按取钱 你需要等下一个工作天才能取到钱 首先去到Search,然后按你想要研究的股票 然后按Action 然后再按Register Worklist 购买股票 首先去到监视列表 按你想要购买的股票 然后再按Action 再按Buy Order 之后它会出现这个表格 那个价格呢就是 你可以选择你理想的价格 比如说现在我认为 云顶3.97太贵了 我想要在3.95的时候购入 我就可以按去 3.95 那么只要那个市价 到达3.95 而有人要卖给我的时候 它Lakuten就会自动帮我们购买 接下来是选择你要的购买 那 1就代表100个购买 因为我们minimum都是要100的 接下来就按你的Trade Spin 就是你 之前 注册的时候按的Password 就可以按确认了 那么 Lakuten的手续费一般是在7块钱左右 每买卖一次 每买一次 每卖一次 你都需要被抽7块钱 大概 那么刚刚那个表格的order type 你可以选limit order 然后 大过一块钱的股票 你建议你需要加0.01 比如说你要买1.98的股票 你需要用1.99 你要set1.99来买 因为如果你set准准1.98可能没有人卖给你 所以你无法买到 如果当时的市价是1.98 这样如果是少过1块钱的股票 你只需要加0.005 比如 0.88的股票 如果当天都没有人卖给你 它会显示unmatch 按买account 再按 Portfolio 点击你要 卖出的股票 然后就调整那个价格 你想要 在几多钱卖的价格 然后再 选择你要卖的 quantity 还有 输入你的trickspin 还有它下面会有一个预计 你可以收到多少钱 因为 也是要加 7块钱的手续费 然后就可以按确认 去到order选择你要取消的订单 然后这里你可以选择要改 那个理想价格 或者 你可以直接取消 如果你直接取消 就按cancel order 按了之后 你那个order status那边就会显示cancel了 那已经成功的 取消了 那么现金就是你闲着的钱 然后这里它还会显示 你可以取出来的钱 至于share就是你当时候 股票 所有的价值 总价值 trading limit是你可交易的银额 比方说 你现在如果 要卖出一个300 已经卖出了一个300块的 股票 它不会在现金那边直接加300 它是要等 两到三天它才会加去现金那边 可是它会立刻加去trading limit 因为它不要影响你 购买 trading limit也可以说是你的购买能力 购买股票的能力 所以你卖出了300 块的股票之后 trading limit 会加去315 我现在是15 它会加300 315 关于股息会直接加在你的iSpeed account 那么你也可以在transaction history那边查看 你的现金和股票的进出 还有你的 你也可以查看有没有dividend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按赞 或者打开小铃堂 因为 之后我 我学到了什么 我就会 分享在这个视频 在YouTube 谢谢您的感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